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太后 听到有幸蒙太后主播操办吉莫奈东花花魁大赛 现在是一地 选出状元奈东花 玛瑙茶 绑眼奈东花 鹤顶红 碳花奈东花 石榴茶 以及并列碳花奈东花 碗山茶 现在都已送进慈宁宫 随花而来的自卫少女也在院中 恭请太后见上 华林道长 辛苦你了 太后 为了此次的花魁大赛所花费的五百两白银 已经登记造策 稍后也请太后查阅 罢了 如果官员们都能够像你这样认真做事 国家何仇不昌盛 李公公 老奴在 皇上知道这事吗 皇上正在上书房议事 就请太后先读为快 妾娘啊 这回又给老山带来多少好听的故事 回太后话 蒲先生替我给你带了一本 劳山议事的手稿 里面有好多好多故事呢 回头我再给你拿过来 太好了 妾娘 妾娘 抚老神看花去 太后来了 我看到太后了 小老太婆一个 也没长什么三头六臂的 跟我奶奶差不多 你笑点声 这有什么呀 妾娘跟她有说有笑的 随便着呢 咱们干嘛为首为脚 这里是皇宫 还是小心点好 太后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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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立吧 谢谢太后 年轻就是好啊 怎么看着都舒服 听说有个日本国的女孩子 让老神猜猜 那太后您就猜猜 你应该是吧 太后好眼力就是她 她就是日本女孩 她叫西颜惠子 她的父亲叫西颜太郎 西颜惠子 听说你插的一手好花 还得到天皇的奖赏 是的 天皇和皇后也喜欢插花 你说什么 她说天皇和皇后 也喜欢插花 太后 我看这插花呀 就是把那枝啊 花儿的都剪下来 然后七拼八凑的 凑一盆假的 过不了两天 就搭了脑袋蔫死了 多嘴 哪位姑娘是玉儿啊 让老神猜猜 玉儿和惠君是双胞胎 就是你吧 是太后 太后吉祥 太后 这些个就是进入三甲的奈冬花 打开 打开 让老神一宝眼福 一股乡土之气扑面而来 朴实无华 挺拔高洁 在宫中永远长不出 如此气质的花草 鬼府之神功 天地之造化呀 李公公 奴才在 传一旨 赏劳山太清宫 白银三千两 保护住 吉莫地脉奈冬花 让他流芳百世 喳 谢太后恩典 你们护花有功 老神应该赏你们 太后 这四盆奈冬花 有两盆都是我们家的 我爹爹也护花有功 不信你问李公公 放肆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月儿姑娘 那 哪盆花是你送的 回太后的话 这盆晚山茶 是月儿送来的 你和惠君 一个为老神送上 美好的韶月 一个为老神送上 鲜艳的奈冬花 老神和你们姐妹 真是有缘哪 是我们姐妹俩 和太后有缘 今天 月儿把吉莫的 那栋花 带到宫里来 一是为了 太后和皇上 能够欣赏到此美景 二是要感谢 太后和皇上 当初不予追究之恩 你和你姐姐长得真像 但性格 却真有点不同 姐姐比较内敛 温婉可人 我不一样 我是个跳大神的 你会跳大神 那太好了 那你就暂时 住在老神的花房 一边帮老神 照看好奈冬花 一边陪陪老神 有空呢 就给老神跳个大神 让老神也开开眼 月儿遵命 不过太后啊 什么时候让我回去啊 我家里还有人挡着呢 什么人呢 是新上人吗 是 写书的蒲淑林 就是那个写劳山印式的 蒲淑林先生 不急不急 妾娘刚送老神一本 蒲淑林的书 不如等老神看完了 听妾娘给老神 讲完那些故事 再送你们回去 那太后 你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完 那可就说不定了 说不定一天 也说不定一年 太后 许我们在宫中小住 那是天大的恩典 月儿 你怎么还挑三俭四的呢 你叫什么名字 回太后话 民女持奉仙 愿侍奉太后皇上 那卢小英就是你了 听说你曾是花匠世家 对于养奈冬花 很是在行 回太后的话 略有心得 那太好了 李公公 奴才在 就将他们安排在 宫女屋住下 老神要向他们讨教 如何养好奈冬花 你们还不赶快谢过太后 谢太后 免了 没想到太后挺聪明的 找了个借口 让秀女们留在宫中养花 这就轻轻松松地 把玉儿留见了 那玉儿会有危险吗 看君如般虎啊 日子一长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们还得尽快 想个法子 免得夜长梦多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皇上和太后 恐怕不会那么轻 让玉儿走 我想 过几天皇上 应该会召见你 不如我们想好说辞 到时候 直接向皇上陈述 想要去说服一个 有生杀大权的皇上 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可没有十足地把握 只能见机行事了 亲娘 太后挺喜欢你的 如果你在她身边 一定要留意玉儿的事情 我知道了 儿臣听说 额娘将四个送花的绣 留在了慈宁宫的花房 额娘借口 宫中花匠不大熟悉 奈东花的花性 让四个送花的女子 留在我那边 帮我养奈东花 也借此机会 好好地观察一下玉儿 那个玉儿是前朝皇帝的余孽 她姐姐惠君 又因韶月而死 儿臣是怕 她会对额娘不利 不怕 额娘月人无数 经历的风浪更是不少 我会慢慢地考察一下玉儿 额娘自有安排 儿臣明白了 还请额娘多加小心 客官 里边吃饭 里边吃饭 得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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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坐下 陪我喝两桩 老板 咱自个儿喝自个儿家的酒 有什么劲呢 都喝完也没劲 这连个客人都没有 你说 叫你坐下 你坐下 运来 舅舅 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来接你吗 忙啊 来来来 请坐 请 你坐 舅舅 这位先生是 我来介绍啊 这位是我的外甥 他叫齐运来 这位是我的日本朋友 叫西炎太郎 舅舅 舅舅 请对对关照 对了 我今天在大街上啊 看到很多的酒楼 家家爆满 你这怎么了 连只苍蝇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 这论地劲也不差 隔壁张毛的家 开的也是卤菜饭馆 这生意就特别好 你瞧瞧我这儿 一个人也没有 真是中了邪了 酒楼的生意呢 就是那么邪门 来吃的人越多呢 人就越往里走 你这个酒楼 这个样我都得绕着走了 所以啊 你也得想想招 这我也想过 但实在是想不出来 急得我想上吊啊 其实在京城开酒楼呢 最重要的 就是得有一道拿手好菜 做镇店之宝啊 我教你的忘了 红烧蜜汁鸡头 总算是开枪了 舅舅我这一次啊 除了护送你表妹进宫之外呢 我还准备啊 和西岩太郎先生啊 物色一家酒楼 把咱们的红烧蜜汁鸡头推出去 把生意做大 我也值得要做大 不过做大要本钱 我没有本钱呢 你爹放心 我不但要出一部分资金 而且把日本菜的祖传秘方 也奉献出来 我们齐心协力 开一家新的酒楼 特色菜嘛 就是你们的秘质鸡头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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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亚交 点上菜 慢慢吃 慢慢谈 行 小鹰 你快过来看一看 你看 我这叶子怎么都黄了 花都粘了 这花花草草得最有灵气了 周车劳顿 人受不了 这花自然也受不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会不会出问题啊 你把这黄叶剪掉 然后浇浇水 晒晒太阳就没事了 放心吧 谢谢 小鹰 你看 我这花怎么办呀 你的花没事啊 照例松松土 浇水就行了 这种粗活儿 这种粗活儿 怎么是我这种大小姐能干的事啊 要不然 你帮我养着吧 我 养不好怎么办啊 你怎么会养不好 你是花匠的女儿 要不我帮你养吧 实在养不好 再让小鹰来帮忙 还是玉儿好 玉儿 你看那个西岩绘子 我们都按照规矩养花 凭什么他例外啊 哎呀人家是日本人嘛 在他们的国家最流行的就是养花了 当然有这个特许了 姑娘们好啊 见过李公公 给李公公请啊 你们花养的怎么样啊 托公公的福养的好着呢 好了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甭管我 我来随便看看 哎呀 哎呀 还在插你的花呢 是的 惠子平日最爱插花 啊 惠子姑娘手艺真好 啊 这花插得多好啊 别聚一格 别有一番韵味 这花要是按皇上看见了 他一定喜欢 多谢公公赞赏 要不 我把这花给皇上送过去 你看怎么样 那就谢谢公公了 好 哎呀 哎呀 要给皇上送去哦 开饭馆最重要的是前三角 所以我们啊 一定要一脚踢响 现在我们确认 红烧蜜汁鸡头 是我们的招牌菜 不过怎么样才能让京城大街 小巷的老百姓 众所皆知这个事呢 我还真没招 嗯 嗯 听着啊 说啊 有个老太太啊 一咳嗽 咳出一根毛 可是呢 这这这这传 传来传去的就变成了 咳出了一根鸡毛 再传下去啊 这咳出一只鸡 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啊 大家都争着来看这个老太太 于是这个老太太呢 她就出了名了 她就成了名人了 你们说这关键在哪里 那当然是老太太了 嗯 错错错 关键呢 是传话的那个人 哎 如果呢 在京城想要我们的 秘之鸡头一炮走红的话 我看哪 咱们也得需要个 十个百个人来传话才行啊 尤其是第一个人 哎 他得是蛇栈莲花 哎 能够蛊惑人心的 可是我们上哪去 找这么个人呢 这个不难 我朋友 认识天桥的一个说书的 这个人我也见过 他叫毛一三 三寸不赖之蛇 能把死人都说活了 用种精请他来做说客 他有本事 能把毛睡成鸡毛 哎 好啊 哎 我看咱们呢 事不宜迟 今天呢 就请他来品尝这个 红烧米汁鸡头 好不好 哎 很好 还有 酒楼 最重要的是回头客 回头客的原因 当然是饭菜做得好 同走无期了 要使米汁鸡头 又回头客 重要的是 要加一点佐料 不瞒你们说 我从日本 带来了独门秘方 好了 我们就商量一下 分成比例 你们出秘菊鸡头 我出日本秘方 你们看怎么样 哎 好好啊 哎 哎 哎 吸烟先生呢 你出了很多钱 哎 那你就占四成 哎 我呢 就占三成三 哎 你呢 哎 就占两成七 怎么样 好 好的 就按迟也说的吧 嗯 嗯 我已经找到了一座酒楼 我们三个人 不如把它买下来 哦 红韵酒楼啊 说得对 嘿嘿嘿 我们想到一块去了啊 好好好 来来来 喝茶喝茶 就这么定了啊 先来喝茶 来来来 嗯 皇上 皇上 嗯 奴才给皇上弄了件好玩意儿 什么呀 皇上 瞧瞧 这是什么呀 这是日本国的西颜会的姑娘 专门为皇上做的插花 插花 哎 就是将不同的花朵剪下来 增在一起的玩意儿 把不同的花插在一起 竟能呈现出如此的风格 哼 真还从未见过 嘿嘿嘿 日本的玩意儿有意思 日本的姑娘 更与众不同 嘿嘿 那你讲讲 她是怎么个与众不同法啊 哎 日本姑娘清秀淡雅 温满柔弱 让人看了顿身爱怜 不忍触碰 竟有如此的女子 快 宣上 给人瞧瞧 喳 惠子姑娘 惠子姑娘 李公公好 好好好 惠子姑娘 咱家给你道喜了 有什么喜事 哎 皇上要见你啊 什么 皇上要见我 哎 李公公 哎 皇上就没说要见我们吗 皇上说要见惠子一个人 没说要见你们 你们好好在这干活吧啊 不见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说不定是欣赏她的插花呢 插花 嗯 她那插花哪有咱这奈冬花好啊 我跟你讲 那插花就是把它都剪下来 然后七片八凑的插在一起 过不了两天就死了 哎呀 在皇宫里面说话可得小心点 不然得招事了 这种事跟你又没有关系 还是好好干点活吧 哎 我有什么可小心的呀 嗯 就他你娇弟弟的样子 到皇上面前 还不一定怎么撒娇呢 去 是 皇上 日本姑娘西阳惠子带到了 进来吧 赶紧的 去见见皇上 是 惠子参见皇上 抬起头来 让朕瞧瞧 这李公公说得没错呀 这日本的插花美 人更美 不要再跪着了 平身吧 谢皇上 坐 是 惠子 你给朕讲讲 这插花都有些什么门道啊 我们日本的插花 和普通的种花是不同的 怎么个不同法呢 我们将剪下的花朵插在瓶里 而不是栽在盆中 嗯 把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花插在一起 不会觉得乱吗 花不是随便插的 或枝或花或叶 要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一定的规律来插放 建议表达想要表达的情感 那你想传达 什么样的情感呢 对花的热爱 对花的热爱 赌物思人 哈哈哈 这日本来的女子也知道赌物思人 那你告诉朕 你在思念什么人呢 惠子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 不知道 只有在插花作品中 投入自己的情感 这样的插花作品才有意义 才足够美丽动人 和你一样美丽动人吗 在朕看来 人比花美 人比花美 皇上 在我们日本 越是漂亮的花 越要用心对待 即使剪下 也不能随便把玩 你真是个聪明的女子 花不能随便把玩 这人 自然 朕也不能随便对待喽 皇上 好了好了 既然你如此说 朕就不为难你了 赏你玉琢一对 谢皇上 还是外边好啊 在宫里待得快憋死我了 你看 你这从宫里出来的 你还不习惯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想起宫里的生活 快烦死我了 娘 太好什么时候 能帮你走啊 她现在还在兴头上呢 恐怕一时半会儿 不能让我走吧 要不 你们先回去 我可走不了 玉儿不回去 我怎么走 我答应过胡先生 我看呢 那就既来之间 泽安枝吧 也是了 既来之泽安枝 你看那儿 公公来了 来干什么呀 这个 是皇上给惠子姑娘的玉琢 惠子姑娘听赏 插花记忆非凡 深得皇上喜爱 特赏赐翡翠玉琢一对 领赏吧 谢皇上 还得说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呢 要不然 砍你脑袋 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了领赏吧 赏也领了 你们就赶快休息吧 我也走了 公公慢走 公公公公公慢走 请留步 什么事儿 记不说话 公公 承蒙你关照 辛苦了 职责所在 姑娘不必挂在心上 公公 最近你忙前忙后地帮衬着我们 这点银两你收下 不敢不敢 公公 老公公 你何必这么客气呢 你摘心人后 又是李公公面前的大红人 我们呢 以后难免要麻烦你呢 和足挂齿来 mario 这个 那我就多谢姑娘了 公公啊 你看 我进宫已有数日 我还不知道皇上长什么样呢 皇上 皇上上乃真龙天子 左佣天下 自然是风流倚 Fast 鈴童 你要是见到 就会知道了 那还得成功公公 多多帮忙呢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公公慢走 里边请啊 谢谢 花道长啊 怎么你们还没有离开京城啊 你不是一样没离开吗 我没有离开 我一个不小心哪 在这儿开了家酒楼 刚刚开张忙得要死啊 吃掌柜真是厉害啊 恭喜发财啊 发财发财发财 我跟你说啊 亲不亲家乡人吗 既然来这儿了 你碰碰厂好不好 好 反正我没饿了 不如这个时候 捧一下吃掌柜的厂 好 好 好 里边请 请请请 来来来 人还真不少啊 谢谢 生意不错 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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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华林道长能够来到这里 小店捧毙生辉啊 来来坐坐坐 坐坐 来来坐坐 坐坐 来来坐坐 来坐坐 来坐坐 生意太好了 好位子都被别人做了 就委屈你们了 没事没事没事 这个因为刚刚开业呢 人手又不够 一会儿啊 我会亲自给你们点几个菜的 保证让你们吃得非常满意 这个吃完饭就不用结账了 这算我请客 我现在很忙就不招呼了 好好好 你忙你的 我们自己照顾就行了 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来 太阳 等西边出来了 此一时比一时啊 这人还真不少啊 本店招派菜红烧蜜枝鸡头来了 看看 来了 瞅瞅 这匹鸡啊 这就是红烧蜜枝鸡头 对 我说呀 您看您二位 名门之子观幻之后 您是吃过见过穿过带过 成天山中走售云中雁陆地 牛羊海里仙 吃来吃去呢 酒囊换带 我听不出来了 你这是变着法的骂了我们呢 是吧 不敢不敢 我一说玩意儿的 我这借我个胆我也不敢 我是说呀 您吃了半天 没吃出来文化 没吃出来心意 没吃出境界来 这吃饭还有什么文化啊 还心意 就是 你瞧 依着您什么东西拿过来 咱香一下嘴抽一下屁股 完了 不然呢 您就拿这个来说 吃这个 这鸡头 颜年益寿 强身见底 不说八道 吃鸡头 就能颜年益寿强身见体啊 那吃猪头 还不得我强命百岁了 不一样啊 我问问您 这鸡脑子长什么样 谁知道我这鸡脑子长什么样 也完了 这鸡脑子长得就像两个人形 这又叫鸡人神 那营养价值了的吗 那还不颜年益寿强身见体 我告诉你这里边跪着两个人 人 来 咱先喝口喝口来 这里边啊 跪着的一个是奸臣秦桧 一个是秦桧他老婆 这不这两口子死了之后 到了阎王堂 小鬼一瞧不敢收啊 阎王爷也出头 后来小鬼出主意了 给这两口子弄鸡脑袋里去 让他们吃一口神就磕一次头 吃一口神就磕一次头 永远不停永远谢罪 这还有这么回事啊 所以说嘛 吃鸡头就是吃奸臣 当官的你吃鸡头就是吃奸臣呢 那就是忠臣呢 你要老百姓吃这鸡头也是吃奸臣 那就是良民呢 这就是心意 这就是文化 这就是境界 别下面了二位爷 得着 来兄弟 咱们把鸡头给吃了 吃吃吃 鸡人参 这鸡头有那么多功效啊 没听说过鸡头可以入药的 有一种植物产自王巫山 因根长得像鸡头 故称鸡头参 营养价值极高可不虚企 好 好 习严先生 知道我把谁带来了 习严 就是那个华南轩和陈炳三呢 他们可是有名的人物啊 尤其是那个陈炳三 只要他喜欢上这鸡头啊 那全京城的官员们都知道了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就给他们吃加料的鸡头 不行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个陈炳三他是个御医 他那个鼻子比口都灵啊 要是让他长出哪儿不对来 可都麻烦了 哦 那就给他们吃 没有加料的鸡头 李公公 证明你为西岩惠子准备的房间 可选好了 选好了 就在仪秀园的西院 那里风景仪人十分优雅 适合惠子小姐居住 嗯 此事办得好 呃 房间已经选好 不知里边怎么布置 还请皇上明示 是 慧子远离日本来到这里 想必对家乡甚是思念 就按照日本当地的习俗 不只成日式风格 也好意见他的思乡之苦 嘿嘿 皇上真是体贴入微 那么 请皇上给他起个名吧 就叫 文香小柱吧 好 文其花香 像触妻甲致 这个名字好 诶 慧子姑娘有福气了 那你速速去办吧 这 西岩惠子 你个小贱人 我炸死你 你以为我是吃素的吗 我炸炸炸 炸死你 蚩凤献 大白天的你不去花房 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我没干什么呀 没干什么 那盆花一直是玉儿帮你养着 你自己却在这偷懒 你别忘了 太后马上就要来省花了 养不好 你可不要埋怨 我不埋怨 不埋怨 看你慌慌张张的 不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一个亲亲大小姐 我能 你 你扎小人 什么小人 娃娃 我闷 宫里这么闷 我还不能做个娃娃玩了 我要给他涂颜色呢 还做衣服 我的爱好 你管得着吗 你的事啊 你要我管我都懒得管 随你的便 菜来喽 让你们久等了 先尝尝 这是 这道菜啊 那可是我们酒楼最好的菜 那是这个招牌菜 叫红烧米汁鸡头 如果你们吃得好的话 还请你们把京城的好朋友们 都带过来光顾 你说我 谢谢 好好好 谢谢谢谢 你瞧瞧不好吃吗 您吃的这么一大堆 老板 这鸡头不错 再给我们来一份 好 好吃吧 不错 来 这掌柜叫什么呀 这个 姓池 他呀是二掌柜 大当家的是东营人 叫西岩太郎 太后呢 今儿个要来赏花 马上就到 太后到了以后呢 你们都要小心说话 都给我记住了 记住了 太后驾到 给太后请安 太后吉祥 民女卢小英 西岩惠子 玉儿 持奉仙 恭迎太后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都免礼吧 谢谢太后 你这个花儿 有所不同 似奈东又非奈东 回太后 这是日本的插花 把剪下的花朵 插在真花之中 更显与众不同 我听说 皇上特别为你 准备了一个 闻箱小柱 回太后 已经做好了 过几天 就可以搬进去了 玉儿姑娘 是 你的花是什么花啊 回太后的话 此花名为晚山茶 花美 人更美 老神喜欢 谢太后 禀太后 我这盆是名品贺炳红 此花花形巨大 花朵鲜艳夺目 这是奈东花中的极品 花儿是不错 太后 这批萝単 拐了 人继续 那么 不节换 拐责 就是 这剩下 你 拿下 有什么 我 你 得 我 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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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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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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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